如果你將來只要執行B欄或B欄C欄 其中幾欄其他幾欄不執行的話 那你其實可以怎麼樣 在不執行的前面那一行前面加單引號 單引號他就不執行 不過會有個問題啊 因為底下主要是程式太多了 那這麼多行你每一個都要加單引號很花時間 所以有沒有比較快的方法 其實以前沒有那個功能 我們真的是從頭到尾 就是一直在那邊單引號一直在自己打 但是現在有新的功能 這功能還不錯 你可以把工具列上面按右鍵 預設它這邊會有按右鍵一個編輯的工具列 其實主要在這裡 編輯工具列 它裡面有一個功能就是說 如果你哪一些程式不想執行那麼多的話 你可以把它 變成註解 單引號的註解 註解意思就是 那一段程式不會被執行到 那我怎麼做 一 在工具列上按右鍵 會有個編輯工具列出來 不過有可能它會浮在上面 或者是放在哪 你就把它移到這裡面來 第二的話呢 就是把你的那個 B欄以外的那個欄選起來 假設這個範圍 從C欄到O欄 我不想執行的話 那你可以在這邊註解一下 特別注意喔 關鍵來囉 先選好之後呢 按一下這個按鈕 叫使程式 變為註解 註解就單引號開頭 那你就可以把它註解一下 那這樣的話呢 你會發現喔 底下的程式都變綠色的 前面都單引號 表示說這個範圍 就不會被執行 它就跳過它了 讓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喔 如果這邊註解 執行 這個時候有沒有 它也只會去執行什麼 執行 B欄 其他都跳過 所以其他都不會被執行 OK 奇怪 剛剛好像有至少兩個同學問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 單以後啦 程式寫的方法 其實還蠻多 需要注意 這個註解 蠻重要的 那當然呢 如果你已經把它註解了 可是你想說 那下一次我想要恢復呢 恢復 恢復你想說 還是不是就把這個 單引號delete掉 對沒錯 但問題這麼多單引號 你要delete掉要很花時間 所以 還是一樣 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選起來之後的話 上面還有另外一個按鈕 就叫做 使註解 還原為程式 有沒有 你就把它按下去 它又可以恢復了 所以這一招還蠻管用的 以後如果你要註解 你就會按一下 你要恢復 它就恢復了 以前如果 沒有這個功能 或你不知道這個功能 你就是 前面加單引號 也可以啦 以前 所以以前練就 一個 很好 很快的動作 就是 單引號 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 但是後來發現 這個功能之後 我就不再用那個方法 因為 還是沒這個快 你只要註解 選起來 自動就可以把它註解 自動就可以把它恢復了 因為這個同學問的比較多 另外呢 還有其他 這些有的沒的功能 到底什麼 什麼作用 不過我想 暫時還用不到 所以我的教學習慣是 你如果暫時用不到了 我先暫時不講 不然為什麼 因為你跟你講的半天 你還是 只是增加你腦容量的 那個障礙物而已 尤其城市的東西 暫時用不到了 先不要知道 沒關係 但是 如果已經發生了 就一定要徹底了解 所以每一行每一行 如果你哪些地方不熟 我是建議 只要講過了你就要很熟 如果說以後又學一個新東西 你又再加再加 可以慢慢越寫越複雜的東西 這個是 我學城市的那個 這個階段 這個地方的話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請各位就是把剛剛的東西 所以你會發現 這樣就很快 按一下 底下後面的東西全部產生 如果要清楚的話 按一下 全部又清楚了 感覺好 這感覺其實 還蠻不錯的 有沒有 對不對 不然的話 以前你光要做完這些事情的話 真的是 花太多 工作裡面有太多 其實你可以 去分析一下 你每天工作內容 如果你重複 重複的內容太多 而沒有把它程式化 我就強烈建議 你可以把這種方法 帶到你的工作裡面 OK 那接下來的話 已經做完之後 我們再來就是要把它變成 再切到 那個插入裡面 有一個叫 樞紐分析表 接下來的話 我們才有辦法做後續的 所以 已經有了資料 再來我們做分析 不過分析的話 當然第一個 我剛剛有提過了 我們的需求是希望 幫我產生什麼 產生每一個 每一欄裡面 它需要的東西 大概就是會有 幾個啦 包括就是說 它的 性別佔比 還有年齡佔比 所以如果裡面的話 我需要的 基本的架構 假設啦 我會有需要很多的 那個 年齡 或者是性別的佔比的話 那我需要怎麼做 比如說第一個 我希望呢 幫我產生 每一個欄位 裡面的佔比情況 就我們從最簡單開來看 每一個欄位的佔比情況 那 當然呢 我今天 需要怎麼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比如說我先從 性別開始 那我希望知道性別 假設這個問卷 裡面發出去有150份 回來的話 裡面呢 男生女生佔比 各是多少 百分比給我一下 OK 所以呢 第一個請你 先使用那個 樞紐分析表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把那個 性別 先拉到列這邊 那接下來 統計什麼呢 記得喔 請你把性別 再拉到那個 Sigma 這個詞 就中間這個 其實這個應該叫什麼 這個叫做 他裡面的英文名稱叫什麼 Data Fill 就是 叫資料欄位 他會幫你做什麼 如果你今天拉進來的 不是一個數字的話 他就會是幫你做什麼 技術 算幾個 所以你會發現喔 他算完之後 男女的比重 他就出來了 男生 有88個 女生有62個 可是我假設 我不是要 幾個 我要百分比的話 怎麼做 百分比的話 我希望 這邊呢 可以幫我把 變成 不是 技術喔 而是百分比 我好像剛剛有講過 早上好像有提到 請你在這個地方 技術 的性別上面有個叫 磁 欄位設定 那請不可以 把它切到哪裡呢 原來 當然這個不用改 摘要值方式不用改 請你把它改成什麼 那個顯示方式 有沒有 本來無計算 請你幫我改成 所謂的 總計百分比 按個確定 這樣的話 你會發現 OK 這個百分比就出現 應該沒問題吧 百分比 那假設 因為我剛剛講說 我希望 得到的一個訊息是 請你幫我把什麼呢 幫我把那個 從性別 一直到 這個 後面的每一個欄 都幫我把那個每一個欄裡面 所得到的結果的百分比 幫我統計出來 你這個時候就想說 每個欄的 這個性別做完了 接下來呢 再回到這邊 可能要再做年齡 所以再一次 插入 這個什麼 樞紐分析表 然後呢 再一次 性別到年齡 年齡再拉過來 然後再把它改成 一個百分比 OK 這個年齡又做完了 可是你會想說 那再下一個 這邊可能 有十幾欄 十幾欄的話 你不是要再做十幾次嗎 對不對 所以 很多事情就要再重複了 假如說呢 你會發現 其實他有一個規律的重複 所以呢如果說我今天呢 可以找出那個規律的重複部分 然後呢 把它加以改寫的話 那是不是說呢 我可以呢 執行一個VBA 他就自動幫我把那個所有的 樞紐分析的所有欄 自動 瞬間幫我把它產生 當然這是 肯定的 只是要怎麼做 OK 所以請各位呢 先試著怎麼樣 利用 樞紐分析表 先幫我產生 大概一兩個 年齡跟性別 先練習一下 然後面如果說其他欄會 我都要自動產生的話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他自動完成 這件事情 他怎麼樣自動 這件事情的話 當然 可能還是需要用VBA 如果你不用VBA的話 剛剛講過 還是你要找一個助手 要花錢 OK 而且工徒生現在又漲價 那更貴 所以 有的事情 如果說 可以的話 寫一個程式 就可以全部搞定 那大家會更好 只是要怎麼做 待會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這邊的話 你可能會需要 學會一個 動作 就是有些程式 如果你不會寫 那你可以用什麼 錄字聚集 OK 所以如果重複的動作 假如說樞紐分析表 你要自動產生的話 這個地方 可能要先知道有一個功能 叫做錄字聚集 OK 待會再來看一下 呀